同样的是杜鹃台风后续效应 包括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以及全县领馆处所管辖的步道 都还处于封闭的状态 必须要等到确定安全无余才会开放 而另外福山植物园也从今天起修缘到10月2号 请民众不要擅自进入以免发生危险 杜鹃台风为宜兰带来抢风豪雨 而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从9月28号修缘到现在 尽管园区的设备没有严重受损 但因为山区电力中断 现在要等到台电抢修后才有办法重新开源 真的是强很多 所以目前的话太平山它有一些电线杆都有一些倒塌跟倾斜 那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说在供电的部分在积极抢修当中 那其他的设施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我们会在这一两天都会修复完成 那最关键的部分还是在有台电人员来帮我们做抢修 那我们预计最快会在礼拜六把它就是抢通 然后就开源 除了太平山持续修缘外 县内的社区型自然步道也全数封闭 运动领馆处今天已经派出了巡山员勘查 等确定步道安全无语后才会再开放 那步道的部分是我们也是在今天会完成所有的清查 然后我们会把就是是否可以开放的步道 或者是局部开放的步道做一个简单的就是整理之后 再来公布就是开放的情形 应该是这一两天就会结果就会出来了 我们预计最晚明天就是各个步道的损坏情形 就会出出来这样子 至于同样受到杜绢台风影响的福山植物园 为了整修青岛的树木以及道路的落实 原方过籍有科安全 从今天开始修员到10月2号 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